新移民政策 Hello 大家好 新移民政策 無論Stream A 和Stream B 都有差不多兩年時間 也開始聽到 比較早過來的新移民 也慢慢一步一步 拿到PR 我非常感恩 無論準備過來 或者已經過來 因為種種不同的挑戰 也有時候考慮卡加里 是否長遠可以留下落地 生根的地方 所以今天想說一說 2023年卡加里是否值得你移民過來的地方 新移民面對的挑戰 第一可能是找工作 我時常聽到 新移民最大的挑戰都是找工作 很多人隨時想找一些 跟自己過去經驗或者讀書相關的工作 但有時候很無奈 有時候真的不容易 因為加拿大比較相信本地的學歷 和經驗 沒有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未必很信任 如果用Stream A 都還可以 學歷上跟加拿大的教育 現升 但有時候未必過到自己能屈能伸 那一關 又或者要捱一段時間 找工作的期望和理想 有時候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卡加里另一個問題 就是城市不算大 雖然Cost of Living 可能比温哥和多人多低 但始終140萬人口 和1000萬 或者六七百萬的人口 機會相差都很大 如果試過很多次都找不到 有時候都未必去做其他的嘗試 又想找比較好的工作 搬去其他地方 和大城市都行一個考慮 第二個就是生活費 很多人都會覺得 卡加里雖然相對比去年 相對來說都比較好些 但亦都發現Cost of Living 真的沒有想像之中那麼低 其中的原因是 加拿大政策每年40萬的移民 真的發現很多地方都必高了個價 現在一房的拍賣大約1400元 而兩房可能到1600元左右 如果是Town Home 或是Single House 可能價值會更高 因為全球物價 和買車和食物的價錢 都比較高了 加上我們是內陸 其實運輸成本 都會抬高很多物價 新移民面對兩方面的挑戰 一就是 可能錢沒有那麼小 二來可能賺取的沒有那麼多 兩方面的打擊 有時候都會想想 卡加里是否最好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或者其中的想法 就是匯留 會不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其實移民外國是好看 一個叫做心理因素 或者是心理的質素 因為問題是 好像擺眼前 憂慮的事 好像浪一樣掩蓋過來 是不容易去處理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調低一些自己的目標 例如說 找工作這樣 開始一年 可能給自己少少的時間 什麼都試一下 或者一些以前很想去試 又沒得試的工種 考車牌 可能開Schoolbus 都是一個很需要 去送外賣 去做日care等等 想到可能香港以前很忙碌的生活 可以來到看一塌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朋友去一間大公司做 比較輕鬆一些的工作 接著公司又有一些栽培的資助 又可以在Swimbee 又可以有身份後來讀書 一舉兩得 另外生活費 真是一個很大的困惑 但在外國有一種心理的調數因素 就是外在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關注 或是很關注大家 怎麼看你 外國人有錢 都不一定要住大屋 開明貴的車 或者穿衣服 很多時候都是牛仔褲球鞋 這個項目想說就是 降低自己的要求 短時間內可能多些家裡用餐 去Tim Horton吃過Doughnut 戶外行山等等 都很多免費 所以更需要去嘗試一下 調整這個心態 對於2023年 卡加里的前景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看看 2023年卡加里的樓市應該是會升的 根據數據 上年年底 卡加里平均房價是50萬9千元左右 雖然比上年拉高了 但高位上回落了4.3% 而銀行剛剛的銀行又加了息 所以公屋的負擔又加重了 雖然是這樣 但今年因為持續有很多不同的新移民湧入 建屋其實跟不上需求 屋的選擇其實也不多 所以屋價未必真的會大跌 所以是否卡加里的房價 即是長遠來說 價錢是適合你長期定居 就要看看這個房價是否真的適合你 或者是不住太大的獨立屋 還是城市屋或公寓 都是你可以接受 也可以留下卡加里的一個重要的考慮 2023年卡加里找工 亦都看到未必是太難的 整個瓦省的失業率下降到5.8% 是七年以來最低 現在大約有10萬個空缺 有14萬人左右找工作 即有62%的行業打算今年會請多些人 而且其中空缺很多都是卡加里的 很多工作最高的需求 例如酒店業、工程、廣告專業服務、建築業和製造業 而且航空業都是其中一個重點 因為這些工作需求都高 如果在這些方面 會見到工資和選擇會多了很多 不過新移民如果未必在這行 可能需要調整去找這些方面的工作 在2023年卡加里生活費是會趨向穩定的 卡加里生活費在2022年 其實跟全世界一樣都升了不少 我們都指望2023年可能會好些 因為整個加拿大都會有機會 而卡加里應該說影響是沒有那麼大 能源的價錢和生活費用 相對應該會控制得住 而且省政府推出一些不同的資助 例如現在最近1月至6月 家庭有小朋友、年長和收入低於18萬一年 每個年長和小朋友都有補貼100元 加完一個月左右 而且汽油而來的省稅暫時都不收 加上家居的能源費都有補貼 所以卡加里的生活都雖然會高了 但也未必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嚴重 不過60%亞省的人其實收資都不平衡 更加對食物、租屋和天然氣價格 都有很大的憂慮 我覺得這些可能新移民都需要來留意一下 我自己總結 就是卡加里是否適合你移民 好看你現在最重要你想追求的是什麼 如果你要穩定的生活 那卡加里也是適合的 但可能追求一些更高的工作 更好的工作或者打拼的機會 更想要的是創造自己的新天地 那可能呢 多很多的機會就會比較多或者比較好 好多謝你今天收看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來到subscribe 或是這個channel 或者可以給like和留言 再一次來考慮 來到subscribe 再一次多謝你